大家好,我是Alicia,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說了幾次的項目 叫做HOME Support Worker Pilot Program 和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Pilot Program 再重新一下大家的記憶 這兩個項目是2019年6月18日發展的 條件是有個僱主請你做HOME Support Worker Nord Code是4412 和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Nord Code是4411 就是家裡照顧小朋友 另一個就是家裡照顧老人家 有個工作項目之後 說清楚是不用LMIA的工作項目 有個工作項目之後就可以去申請P.R.的 直接P.R.的 這個Paper Based Application 記了進去Edmonton的Central Intake Office之後 應該是第兩個項目 P.R.和三年的工作項目 三年的工作項目 就叫做Occupation Specific Open Work Permit 意思就是你只要做這兩個工種 就可以三年之內隨時轉為職業 P.R. Pre Approved 之後 工作項目就批給你 你去加拿大 去儲24個月的工作經驗 你就拿到P.R.的了 而你的家人配偶可以有開門工作項目 你的18歲以下小朋友 可以免費讀公開學 這個是概括 今天跟大家分享 有些數據 跟大家分享 在2019年的6月18日發展之後 2019年的數據 就是由481個工作項目 就由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就發出出來的 名詞就是481個P.R. Pre Approved 這樣就由HOME Support Worker 即私家安戶那個 就有168個工作項目 提出2019年 目前的資訊就是這樣 而2020年 去到11月的中度 首月16日 就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就滿了額 而HOME Support Worker 是70%的capacity 就未滿的 你都知道 每個program有2750個額 每個program 那麼2021年就開始 到2021年 就是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就是2750個 而HOME Support Worker 又是2750個 開始收益 這兩個program 適合什麼人呢 適合一些幼兒院老師 補習社的老師 還有一些護士 護士是RN 總之做護理有關係的都適合的 可以找到一份工 跟大家講幾個例子 我們有client 就是要去溫哥華 照顧一個老人家 這個老人家就是 或者現在人口老化 雖然來照顧 他自己找的 這個program 另一個就是 一個幼兒教學的老師 他要去多人多照顧 他三個小朋友 這個也是自己找的 因為加拿大和香港 很多香港人早期移民 他通過他自己的connection 找到這些employer 我們可以幫他做一些申請的代表 教他怎樣做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有些什麼的資訊 請你再contact 我們 記住 like subscribe 跟你們家人分享 OK 拜拜 好 我們要不要再去 那些人 一些人